你終於對我說分手 我們走到分岔路口 多希望這一秒 永遠停留 我覺得你今天演唱完美 所以我要給你的結果是 六六六 恭喜本場最後屬於孟子坤 對自己晉級了 有什麼想法沒有 說實話有點意外 雖然自己很努力 但是名額他有限 然後一向來 舞舞那麼多 就那種心驚膽戰 我知道 赫茲和蘿蔔突然兩個一下子 突然只剩一個名額 後面還有那麼多人 然後就心裡很複雜 我們兩個就一個大波的吧 孟子坤 對 因為我覺得就是很棒 他唱之後我們都哭了 但是我覺得重點是 先撇開他的長相 跟他的唱功 我覺得他那個故事是 情感動我的 因為其實家庭 原生家庭 給一個小孩的一個 的觀念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他在這樣的家庭生長 他沒有去改變他的觀念 這是很好的 音樂對你來說 是堅持了最久的事情嗎 對你來說算什麼呢 目前感覺大部分的東西都是他吧 我這個人 就平時這個幹一下那個幹一下 打個戲都是 但音樂每天都是 我現在的書包裡還有我的印象 剛才在機場的時候還在寫歌 我覺得音樂可以表達自己最真實的感受 因為我的話你說出來 可能別人還覺得你在做戲 在作秀 或者說沒有那麼多人去願意聽你的故事 我沒有去想過那麼多人理解我的感受 但是別人否定我的時候 我還滿心裡落差感的 在我很重要的人否定我的時候 我會發脾氣吧 我覺得我這個人完全不堅強 我很懦弱 因為從小跟媽媽 我沒有爸爸 別的孩子小時候爸爸都會教我一些打架什麼的 我媽從小跟我關手思想就是 惹事是不好的 你怎麼看待這個節目 說實話很重要 可能因為有個導演工說 他覺得我對這個節目不上心 像一個吊兒浪當 就什麼都不在乎的人 我還是那句話 那我標籤的無所謂一些時候很在乎 我對什麼事情都三分之中熱度 沒有一個可以自己堅持下來的東西 但音樂 有的時候 其實你完全不知道你在堅持什麼 但是你就覺得它就是對了 我對音樂的態度很堅定 我想跟歌聲去證明自己 大家好 我是盛世魔音天正座履格中 首先呢 先感謝各位粉絲 這段時間對我的幫助 以及支持和鼓勵 希望大家更加地多多地去支持我 去鼓勵我 給我加油 如果有下一場的話 小呂一定會帶給大家更好的表演 謝謝大家 我要 這鐵棒有何用 我要 這鐵棒有何用 這變化又如何 好